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脾气比较大一点 再说我不理你了啊 三娘知道我们要去祭拜伯母 特意教我做了两位苏氏果子 看 好看吗 你好看 我知道 走 苗 我带潘儿来看你了 待我很好 聪明又能改 你放心吧 以后我都不会再孤单了 我母放心 我一定照顾好千帆 再苦再累 我都心甘情愿 做我顾千帆的妻子 不准你苦不准你累 我只希望你快快活活的 随心所欲的过活 莹安 我和潘儿 之前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坎坷 往后的日子 我不指望大富大贵 只希望能够互相复制 安安稳稳地把日子过得有自有为 别那么不上级 等你升上了五品 再为伯母追风告命 不就是大贵了 那好啊 以后咱们家日经抖经的重要任务 就交给你赵掌柜了 嗯 我拜见过伯母了 那咱们什么时候正式提前 三娘她们都 一直嚷着想当媒人呢 三书六礼 一幅都不能上 虽然你已经见过我娘了 但是我还没有见过令尊领堂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她们都已经葬在前堂了 我想至少我应该择其余 办一场水路坊 这样我在临前 才能正式地向二老求其余 好 怎么了 好 高兴 虽然你那么聪明 应该一早就猜到 我都已经带你拜见我娘了 可是对于我爹 你从来都是只字未提 其中必有其强 但是你却从来都没有我们 是 其实 我现在身上还有一些秘密 但是因为过于复杂 我暂时不能全跟你说 我会找到你 好 好 我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